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這個星期的American Pie 洗批版 這個月是第二集 其實在洞廢的節目直播的時候也有稍微說過 今年其實我希望自己可以多做一些漫畫的留言 因為在這邊上學不是經常可以合得到大家做Live的時間 所以希望在其他地方可以補充一些 尤其是我們的節目在正職上特別沒有人看 所以反而想做更多 希望讓大家知道動漫訓物是一個做動漫畫的網台 今集大家看到張宿圖 今個星期我想跟大家介紹一本 其實是去年12月的一本出的書 就是這一本由Mark Miller創作的Night Club Night Club 暫時是一本短篇的作品 其實稍後可以稍微說一下這個故事 但這是一個頗特別的一個項目 或者反過來說 其實Mark Miller也有心想做一些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這本書的價錢是1.99美元 而去到英國好像是大約不用兩磅 其實Mark Miller有多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作品 去重新去稍微製作一下美國漫畫 因為其實買美漫真的很貴 在這裡有一張單 這張單是我在10月26日 我買了4本書 而4本書花了我15磅74 15磅74大家可以輕輕對狗 我這個已經是有學生抵抗 所以才再便宜多2磅多 如果不是的話就要18磅多才可以買到4本書 即是在比較巔峰的時候 初初過來這邊的時候 剛剛買的是一對10英鎊 即是說我要用180元來買4本書 即是港幣的話 所以其實是很貴 其實Mark Miller也知道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 他在接受CBR的一個美國漫畫專站的訪問 他說因為看到現在的美國漫畫 或者西方漫畫 被日本漫畫侵蝕 在市場上都侵蝕得很多 所以如果想美國漫畫可以跟人競爭的話 繼續養著這麼大班從業員 可能要找很多不同的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減價 他有提過 每個星期都會去漫畫店買漫畫 我這裡買了什麼呢 買了一本Dark Crisis 即是一個DC的Event 一本就是AXE 即是Avenger X-Man 以及Internal的一個大Event 另外有一本就是Amazing Spider-Man 我買了兩本Amazing Spider-Man 分別是11和12期 這裡只是四本書 就已經要18磅幾 例如如果喜歡Batman的 他有很多title 你喜歡超人的 可能要買多一本 如果每個星期都有藥肝本 要買的話 其實一個月的花費都頗大 所以其實都頗... 讀者都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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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些讀者可以試試一些新的書 希望可以殺出重慧 當然... 漫畫是形頭小離 尤其是他所說的 例如以去年來計... 我不知道他在訪問的時候是2022, 但他在訪問去年是2022整年, 還是2021, 但不要緊 他說一年之內, 其實指價已經翻了四倍 亦都可能涉及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這件事, 因為那裡都影響近一些紙張的製造 所以其實他們的成本很高, 但是如果用繼續這樣的想法的話 其實漫畫只能夠繼續加價下去的話 其實終歸都是會趕走很多人, 尤其在歐美, 日本漫畫的市場真的佔據得很重要 無論在倫敦, 在列斯, 紐卡蘇, 或者是我去過的 我去過的漫畫店, 日本漫畫店的比例是很大的 可以佔據你整間店的一半, 甚至以上 反而買歐美漫畫真的很少 Mark Miller不希望這樣 Mark Miller不希望美漫到最後會像英國漫畫那樣, 令到一些從業員沒有東西做 所以這次就用了一個減價的項目 其實這是一個陸祈園的短系列 暫時 所以它也不是 它是Image出版社出的 就是另外一間出版社 所以 做的 可能沒有那麼多製索 或者相比起 DC和Marvel 雙果股 但是要談得到也都不容易 因為剛才有說過, 賣漫畫是迎頭小利 你減價 那反過來就是 這個 漫畫店賣出去的時候 他可以賺的那個margin都小了 但是 Mark Miller在訪問裡面 他就提到 但是當他問 漫畫店的時候 問過20家 零售界的行家 他都可以 都可以做的 都很歡迎的 當然 你Mark Miller問可能又不同 如果你其他人問 可能又會不一樣的答案 所以其實 他出這一本書 都有點 野心 或者有些期望 希望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除此之外 亦都包括了一些什麼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用一元九十九美金 一本書作為零售價 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 Mark Miller有其他的作品 Mark Miller是可以多過 只是買一本書 他 接下來 其實也有若干 一個叫做 Midderworld的一個 那個叫做什麼 Midderworld的一個 企劃 很多都是會跟Netflix合作的 包括有一些 改編電影 有些是改編真人版電視劇 有些是改編動畫 我之前看過的網站 有兩三個已經很實在 有些已經上了 有些已經在談 準備 因為這是Mark Miller 所以他可以透過他其他的作品 令到他那個 新作可以有些buffer 因為你有其他東西賺錢 有些東西可以沒有賺那麼多錢 都可以 繼續發展下去 所以這個是 Mark Miller才能做到的事 或者一些大牌的 明星級的漫畫家才能做到 那這本書是一本什麼書呢 這本書就是 其實相當清楚了 就是一個 Vampire 即是殭屍的故事 那本書的第一期 都非常節奏明快 也很 straightforward 這本書厲害在什麼呢 就是 平時看DC和Marvel的書 是有很多廣告的 但是這一本書 你會見到 沒有廣告的 我不太相信 因為它是Image Image 沒理由沒有其他書 直到尾尾 最後一頁 都仍然是故事 所以 你看到這本書 是完全賣大包 故事其實就相當直接 有一個男主角 男主角 打算玩飛躍道的時候 即是用單車直播飛躍道的時候 炒車 於是 就跌到重傷 結果呢 然後 沒多久 就被一個 在背後有一個 暗黑的人 咬了他 然後他就成為殭屍了 然後呢 殭屍當然有他的 能力和限制 包括他的 復元能力 他的 跳躍力 攻擊力 諸如此類 但是呢 他亦都不可以 見到陽光 諸如此類 他亦都要 喝鮮血 然後呢 他就要開始 熟悉自己的能力 有些什麼 或是他帶來了 什麼的好處 如何去運用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當你作為一個年輕人 即是他年輕人 作為一個年輕人 你有了一種 那麼強的能力 包括他可以 很輕易地 爬到很高的大廈 你會做什麼呢 我想 給年輕人看 當然都是一個 最後那頁 就是他變成了一個蒙面俠 那麼他兩個朋友 會不會同時間 成為vampire呢 看風面 似乎是會的 但是到最後 會變成什麼呢 他在這六期 裡面會發生什麼 故事呢 究竟為什麼 最初 抓他 咬他那個人 要咬他呢 希望他成為什麼人呢 那麼這裏 林林總總 都是一些 要追的 訊息來的 但是 第一期呢 就 呈現了 這個故事呈現了很多東西 那麼 這個 故事 就 Mark Miller 寫了 另外呢 Artist 就是 這個 拉美利斯 那麼 我印象之中 我沒有看過他的書 但是他的 漫畫作品呢 那個 都很爽朗 還有呢 面相畫風呢 對於我來說 是挺特別的 另外 Coloris 因為我明晚 是一個人下顏色的 可以 比較留意一下 他們 但是我現在就 不算很熟悉 怎樣去看顏色的部分 所以 也沒有辦法 跟大家分享很多 但是呢 他都 喜歡用 一些暗紫色 去做 顏色的 都是一個 挺特別的 譬如 好像這裡 都挺多 暗紫色 那麼色彩呢 是偏 淡色的 就不是一些 很sharp的color 跟平時看的那些 Superhero的 漫畫作品 就很 很豐富 或者是很sharp 很刺眼的 他就比較偏向 淡色 你看到 粉綠色 粉綠色 跟著粉紫色 這裏呢 就是 紅色的 他呈現了不同的 譬如這一版 全版都是 暗紫色 我想其實都 可以 就這樣 拿一本 另外的一本 就是Marvel的其他書 你看到就是 不同的colorless 在樂色那裏 其實你看到 很多廣告 樂色都會有 自己不同的 特徵在 但是這個就真的要 好慢慢慢慢 才可以理解得到 亦都不是我現在 一時三刻就可以回答你們的記憶 如果以 這本書 一磅 我當一磅九十九 我當英磅 半價的話 六期 我是會 繼續買下去的 我都想看看 究竟 一來他這麼有誠意 便宜了給大家 亦都 是 畫面幾對口味的 而且我也想知道 故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 都會想繼續看下去 這個Night Cup 另外 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 Mark Miller 在 Netflix 不同的其他作品 究竟 合不合你口味 他講的故事 合不合你 看 今集的節目時間 短短的 接下來的兩集 或者細批 都大約維持這個形式 就拿一本書 講一下 他小小的內容 然後 或者他這本書以外的一些 美猛可能的市場 消息 諸如此類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今集的節目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